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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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顾虑完全打消 25岁的人嘉伦有少年的青涩感 33岁的人嘉伦退去青涩之后 人家保有令人羡慕的少年感 眼神里依然有光 笑容里依然清澈温柔 时光过去七年 她仍然还是她 会让人一眼就爱上的少年 25岁时 她的演技还可以看得出青涩的感觉 而如今的无忧度里 她已经是一个很成熟 能够精准把握住角色内心的演员 她的冷力和温柔 从眼神里就可以轻易分辨得出来 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剧情 但是很明显能够看得出上面剧照里的不同 人家伦是一个很神奇的演员 第一眼喜欢她 一定是因为她的长相或是哪个角色 但是渐渐地深挖下去 会喜欢她的全部 每一个角色都不同 不是单纯的帅 而是真正的一人千面 完全的不同 看过人家伦的很多剧 解析过很多个她的角色 但是到了轩页无忧度里男主轩页 即人家伦饰演的角色 仍然能看得出不同 她的笑或怒 都有助不同的感觉 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面孔 这种不同的感觉 会让人把她的每一个角色都隔离开 不会有雷同或似曾相识的感觉 角色的辨识度 是人家伦的成功 使她赋予每个角色灵魂之后 展现出的活的他们 也正因如此 我们才能一而再地爱上这些角色 锦衣之下的路易 大唐荣耀的李处 周生如故的周生辰 请君的路言等等 人家伦是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演员 或傲娇的少年 或沉稳的中年王 火环托的大男孩 每一种角色都能给人一种 她就是这个角色的感觉 有人喜欢把演员分为天赋型和努力型 但我觉得人家伦就是天赋型加努力型的 先有了基本的天赋 然后就是她100%的努力 才会让一个个角色有血 有肉 有灵魂 期待无忧度 期待宣夜 直觉她一定会是下一部爆款剧 因为重拾少年感的人家伦 真的很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